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水游戏表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白小布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点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劳力士手表的exhibition only的问题 那我最近听说劳力士二级市场的价格降的很厉害 应该说是非常厉害 有好多贵金属的表款好像已经都降到工价左右了 那具体降了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也不关心这二级市场的事情 只是听说价格大幅跳水 之后就有一些表友发现在劳力士的Boutique专卖店 出现了好多手表了 之前是空荡荡的那种所谓的盖链店或者说是枕头店 现在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爆款在里面 可能是大家太激动了 也没看清楚状况就直接就往店里冲 后来就发现一到店里面才发现 每一个手表下面都有一个芝麻大的一个绿色的牌子 上面写的是Exhibition Only 仅供观赏 那大家可能就问了 那Exhibition Only究竟是啥意思呢 那就是仅供观赏呗 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多牛叉的爆款 最多最多也就是让你看看的份 你要是想入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说不好听一点 其实还是有很长的河要谈 那这时候一些网友就问了 那Exhibition Only仅供观赏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只可远观而不可卸完颜 其实应该不是 我相信你可以随便的卸完 但是好像说在日本的话 有一些店的老历史手表真的是Exhibition 就是它只会放在那里让你看 然后你想拿出来试戴的话好像是不行 但是我相信其他的地方如果你想试戴的话 他会非常乐意帮你拿出来试戴 或者说甚至是拍照都OK 但底线就是这只表你绝对不可能带走 那其实还有一些脑洞的表有问过 如果说是我在试戴的时候把这只手表故意的弄坏 我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只表买走了 其实并没有 如果你把手表弄坏的话 维护费修理费你是要赔的 但是手表你仍然还是带不走 那现在说到大家对关心的地方 就是劳力士出的Exhibition Only仅供观赏的政策 Under the table意思就是说 不会跟大家透露的事情都有些什么 其实以下是大多数表有问的几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主要来总结一下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Exhibition的观赏表是不是真表 是真表 我知道有社交媒体上有好多人在讲说 是在劳力士陈设的那些手表 都是假表都是模型 那我怀疑他进的是一个假店 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没有进去看 只是自己在家一人来着 如果你进的是劳力士的授权店 那在店里看到的所有东西全都不是假的 包括你在店里看到的那些陈列以及你手上试戴的 都是百分之百最纯正的劳力士手表 但如果是二手表上的店 那可能就不保准了 那毕竟这个劳力士出了正规门店之外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观赏表是能卖的吗 关于这个问题啊 其实是有不同答案的 那一种呢是不能 所有的陈列表款呢都是用于 只用于陈列 那陈列期过后呢 手表就会送回总部 由总部进行下一步安排 那另一种呢是能 但是这些表呢早就已经卖掉了 目前只是等待他主人来pick up而已啊 那虽然听起来是完全相反的说辞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这里面的事情 其实终归结底事情其实说的是一个事儿 就是他并不冲突啊 就是第一种呢是陈列期后呢总部安排 估计也就是被总部转到其他地方卖掉了 简单说呢就是哪里卖掉的问题而已 那anyway什么都有可能啊 那就是当天你想顺利把它拿走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同样都是没有货 那现在劳力士跟几年前在劳力士的枕头店来比呢 有什么区别吗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得看你怎么看 至少我觉得今年的劳力士相比于几年前来讲的话 稍微那么接点滴气了 在之前的话你就是整个店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然后什么也不能看什么也不能试 买就更不用提了 这还不算是最过分的啊 我记得是大约在三年前的北京王府井的爱比啊 销售堵在门口啊 客人还没进去呢 堵在门口直接就跟客人讲 我们没有皇家相书的任何标款 说的就好像这个销售只知道爱比只有皇家相书这一个系列一样 或者说是好像是客人只会去看皇家相书而已 但你看今天怎么样 爱比其实也是现在状况也是非常惨啊 话说回来至少现在的情况 近大多数劳力士的店你能看到东西能摸到东西能真正去试带 如果真正有一些某些表款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坐下来跟销售聊一聊 再往下发展呢可能一些不是爆火的这种表款呢 等一段时间可能你真的就可以拿到手了 打个比喻其实就是好像你想追的那个女神已经把你从已读不回的状态提升到互相聊天的这个状态了 可能我这个比喻有点过了啊我估计这个时候一堆杠金又出来跟我杠 劳力士这玩意我从来都不感兴趣 买不到就不买不惯他这毛病 那你不感兴趣就不感兴趣呗不感兴趣你点进来干嘛呢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社会和商品的关系就是这样啊 不仅是劳力士 其实你看你如果你想买一支 你想买一辆奔驰大技的话你也是需要排队对不对 而且大技的那个价格还会那么贵有的时候可能你还需要加价去买 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说对劳力士感兴趣的这一部分表友呢 那我们其实都希望工价认买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但是呢如果真的到了工价认买的时候呢 可能一大部分当初嚷嚷着买不到的表友呢又开始放弃这个品牌了 那这些呢就是跟风者 那之前有一句话讲的是说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挪泳啊 那个时候呢还在守候这个品牌呢才是真的劳迷 OK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 还是之前老样子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麻烦您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您呢也喜欢万表知识 分享一下万表信息的话呢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OK这里是序油漆表 我是布任小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